大陆小神黄晓明可以说是红遍了两岸三地 他分别被香港知名导演陈可新 以及台湾的知名女导演邱黎宽 都向重在新片当中挑大梁演出 并且也参与了大型古装剧 扮演民族英雄岳飞 只是黄晓明他入戏太深 除了身材严格锻炼 他还要求生吞蚯蚓种种的苦差事 为戏拼了 而这样的魄力更是让他备受瞩目 因为我一直都带一个健身教练在身边 然后我的房间也都是放满了健身的器械 然后那阵就是不敢吃油和盐的东西 每天只吃蔬菜和白水煮的鸡胸脯 还有这一幕为了生存 得吞蚯蚓果腹 活生生吃下肚没有造假 入戏太深的黄晓明 可是主动建议这段剧情 不堪回首啊这个事情 因为确确实实我在想 如果真的人在危机时刻 是什么都能吃下去的 所以我当时就设计了那个情节 就希望可以表现这个行军的这个艰苦 而到时候就身处绝地的一种艰苦 所以就设计这么一个情节 那当然自己就得把这个蚯蚓吃下去了 因为是自己设计的嘛 因为我才是新梦想 最大的领导者 黄晓明备受两岸三地 民导重用 不论是陈可欣的电影里 饰演热血青年 还是唐记里监制的古装戏 挑大量演出民族英雄 横跨大小荧幕 也红遍两岸三地 演什么像什么 黄晓明的演技外形兼具 也让他从大陆当红小生 近身成为大珠华炙手可热的红星 中天新闻 陈建雄胡家镇 SNG小组 台北参访报道